三战全败小走赛出局 东道主卡塔尔队29日 以一份不太体面的成绩单 告别本节世界杯 该队主教练桑切斯赛后表示 这是一个正常结果 我们只是一个 有6000注册足球人口的国家 所以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 桑切斯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从未将晋级16强或8强设定为参赛目标 我们在对阵塞内加尔和荷兰的比赛中表现不错 但第一场对阵厄瓜多尔 我们不在正常水平 当前卡塔尔队0比2不敌荷兰队 他们在小组赛第二轮后就已确定被淘汰 世界2010年南非队后 第二只未能小组出现的世界杯东道主球队 而三连败的成绩 让卡塔尔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只小组赛全败 即零分的东道主球队